我跟曾荣還有各位中天的朋友 講一個小故事 我在2008年 還是在聯合報當記者的時候 我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遇到 那時候馬英九剛當選總統 隔一兩天我在中央黨部遇到 馬以南就是馬總統的大姐 結果馬以南就崩了一張臉說 我們就問他怎麼一回事 結果是馬總統找了馬以南來 要求馬以南要請辭中化的植物 因為那時候馬以南還在上班 那時候中化 中化跟政府應該會有相關業務往來 結果馬英九要求行政總理 要求自己的姐姐 自己的大姐說 你不要做啊 請辭 然後馬英九要求周美清 周美清那時候在銀行上班 也要求說 不要做了 不要幹了 請辭回家 那個 那個他夫人 那個是在銀行界 是在法治顧問是很高階的 結果馬英九都要求自己的家人全部請辭 就是為了什麼 要落實行政中立 要避免利益迴避 馬英九當初2008年是這麼做的 我知道很多藍軍的朋友會罵馬英九笨 可是馬英九就是這種人啊 要求做好 當初馬總統是這個標準喔 那現在再看看蘇貞昌這個案子 蘇小淳這個案子 那個23的設計公司 當初 好 那個在開會的時候 桃園這個標案 桃園新總管 圖書館新總管這個會議 互動多媒體的這個標案2495萬 即使是上游廠商得標 然後再承包給蘇小淳的一個 一個他的蘇小淳的公司 那請問一下你層層轉包 在過去喔 工程界的慣例是這樣子啦 有所謂的借牌啦 有所謂的轉包啦 這個國民黨團 還有包括桃園市議會就會質疑說 這個是不是透過白手套去層層轉標 你第一標得標 跟第二標轉標 這個差異在哪裡 你同樣都是賺政府的錢 賺公家的錢嘛 這也是違背你當初 蘇貞昌蘇院長的承諾啊 你不拿政府的標案 是在於說 你不要跟政府之間利益瓜葛 導致瓜田里下的嫌疑嘛 我不要說你比當初馬英九的標準 就比你蘇貞昌 自己的承諾的標準 那你現在公然跳票嘛 那你不只是瓜田里下而已啊 這一筆互動多媒體 2495萬 這不是一筆小金額耶 一般老百姓 不是姓蘇 好 就算我姓李 還有真榮 你去標 你拿得到這個標案嗎 人家不是看到說 你蘇貞昌 還是看到你背後的部親 是行政院長 這個要解釋清楚啊 這個不解釋清楚 對民進黨會是扣分啊 所以二三設計公司 你去出席會議 蘇草純你也簽字了 你也簽名了 難道你是路過嗎 你只能 所以今天不能講說 你是因為轉包 轉包的公司 下游的公司 就可以撇清責任了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講得清楚了 第二個 你蘇貞昌是行政院長 你在立法院就要有責任講清楚 你自己違背了當初的承諾 而不是在立法院跟賴士堡委員 在那邊比大聲 說 立法院不是比大聲就贏了 是在講責任啊 這個責任是在於說 你透過層層轉包 得到政府的標案 這個利益回避 那你政府的相關機關 政風處 還有包括調查局 連政署 要不要進入調查呢 如果我反問 這是國民黨時代發生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你在野黨會不會要求去徹查呢 所以拜託一樣的標準 如果青年執政是放出四海截准的話 那是用國民黨 也是用民進黨啊 還是你民黨就是 都不用 都是嘴巴講一講 那實際上作為就算了 所以包括羅志強 這些人出來批判 批判的是有道理啦 你民進黨一定要自清 否則蘇貞昌的這種做法 只會讓民進黨更扣分而已 就像我們回到上一題一樣 2022年 就是對執政黨的不信任投票 蘇貞昌行政院長 這些做法在立法院的表現 都是讓民進黨繼續丟票的關鍵 所以拜託 大家的眼睛是關鍵是血量的 蘇貞昌繼續這樣硬拗的話 選票會流失啦 所以真的一定要這樣拗下去嗎 不要把民眾當傻瓜 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喔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 喔 楊